我们今天继续讲资质通鉴 那么到今天按理说靳阳之战它都已经结束了 可是资质通鉴接下来 它没有说三家分禁之后发生了什么 而是插播了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御让行刺 话说智瑶惨死之后 它有一个名叫御让的家臣 就处心积虑要为主君复仇 但问题是作为失败的一方 御让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资本了 唯一能拼的只剩下自己的一条命 一条命虽然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但既然它连命都可以不要 那至少可以刺杀赵家的老大 一命换一命 资质通鉴记载说这个御让先是自残 它为什么要自残呢 儒家遵循所谓的行不上大夫理不下庶人 这原本就是宗法社会的通用规范 不要说大夫一级的贵族 就算是贵族里面级别最低的这个士 通常也会免于刑罚 这倒不是说士大夫的犯了错 可以免罪 不用受到处罚 而是说不能用肉刑去罚他们 这不是因为肉刑更残酷 而是因为肉刑它带有侮辱的性质 会让看中荣誉感的贵族阶层无法接受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 受过肉刑的人通常只能做那些被人嫌弃的工作 反过来说凡是受人嫌弃的工作 通常只有那些接受过肉刑的人他才会去做 御让想要接近赵无序 还想要避开赵无序的贴身警卫 那去他们家的私人厕所 那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了 为了能够混进赵家的厕所 御让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残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是一个受过肉刑的人 御让的计划天衣无缝 但是谁也想不到赵无序上厕所的时候 就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然后派人就一搜果然就抓到了刺客 赵无序这个时候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情怀 认为御让是为意识值得尊重 就应该放得走 自己以后就小心点也就是了 赵无序的宽宏大量 首先是来自于扎扎实实的安全感 自信 毕竟智杰已经被自己斩草出根了 任凭他有天大的本事 也找不出智瑶的继承人可以去拥戴 所以与御让的行刺 只算是有情感意义 但毫无证据价值 御让侥幸不死 可是心里的这个执念就没有丝毫的动摇 但是继续行刺的话 那难度显然要比这一次大多了 因为赵无序和赵家的很多人 不但都认得他的长相 也能够听出他的声音 那么想要隐身 那就必须要下更大的本钱了 遇上这一次不但是毁了容 还吞探 烧哑了自己的嗓子 连老婆都认不出来他了 但没想到 既然有一个朋友认出了他 哭着对他说 以你的才干 只要你逃奔赵无序 一定能够得到宠幸 到时候你可以 为所欲为 轻轻松松的杀掉他 你说你何苦走现在的这条路呢 这位朋友的话 不但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成语 就是为所欲为 他还指明了一个最具有可行性的 成本也是最低的刺杀方案 那么问题就来了 玉让是不是傻呢 玉让并不傻 他之所以去舍意求难 是因为他的这个动机 并不只是复仇这么简单 玉让是这样回答那位朋友的 他说 如果我去做了赵无序的家臣 然后再去行刺 这就说明我做臣子 却对主君有二心 这不是道德的事 不 不是为臣之道 就是说啊 我很清楚 我选择的这条路啊 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但是它呢 是一条光荣的路 我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榜样 让天下后世那些做臣子 去怀有二心的人呢 感到羞愧 就这样 玉让就义无反顾的筹备了第二次的行刺 在他的心里面 行刺的过程比行刺的结果来得更重要 那第二场 那第二场行刺就发生在了一座桥上 运气依然没有站在玉让这一边 当赵无序的车队路过桥的时候 马忽然受惊 觉得肯定有异常 这个卫队就展开了搜索 果然就抓到了埋伏在桥下的玉让 这一回赵无序就没有再给他活命的机会 资质通信记载 玉让的思想 重点是把玉让打造成了人臣 无二心的一个道德的楷模 司马光的这份用心 背后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北宋建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的烂摊子上的 五代十国堪称是乱世中的乱世 丛林法则主导世界 道德是毫无生存土壤的 所以到了北宋 人们的价值观难免就会有些混乱 对于忠义气节看的就比较淡漠 即便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名臣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司马光他一心想要努力转变这种社会风气 那怎么转变呢 就是儒家的道德观 君臣父子 就算丈夫对不起妻子 你君主冤枉了臣子 妻子和臣子也应该是无怨无悔 泰然接受 哪怕这种方式很不公平 不过话说回来 玉让真的是个忠臣吗 其实很难说 因为玉让的忠臣形象是被司马光 从原始的材料里面给精心删改过来的 是人为塑造起来的 玉让形色本来就有很多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史记刺客列传的那个版本 说赵吴旭从桥下抓到了玉让 狠狠地数落了他一顿 说你这个人呢 我记得你以前是范家的家臣 后来又转到了中行家去做家臣 范家和中行家都是被制咬给灭掉的 但是你呢 不为那些个主军复仇 反而做了制咬的家臣 现在制咬死了 你凭什么偏偏要为制咬复仇呢 这里面我们先要说明一点 灭掉那两家的这个罪魁祸首啊 是赵家 制咬虽然也 制咬虽然也参与了 并且呢 成为了这次战争当中最大的受益人 吞并了范家和中行家的地盘 但是这件事是制咬的爷爷辈 他的祖父制文子做的 并不是制咬做的 当然啊 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就改变 玉让的这个不光彩的履历 玉让给出了一番智力有声的回答 说那两家人呢 他们的主军把我当成了普通人汉 所以我是以普通人的姿态 普普通通的回报他们 制咬是把我当成了国士来对待 我自然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从玉让的这番话 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交替的这个时间点 时代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变 过去你作为一个臣子你就得做到死 但是到了玉让这就变成了 你受到怎样的对待 就该怎样的回报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君主对于臣子不尊重 臣子是不是可以背叛 甚至是造反呢 在战国时代 这种价值观那还真的是可以成立的 人的个体意识 还有自尊意识 还有对这个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 都在突飞猛进 君臣关系就逐渐变成了双向的选择 何则留 不何则去 所以在战国策的版本里 玉让还留下了一句经典的名言 叫世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在稳定的宗法社会里 一个人的身份会随着一个人过一辈子 跨界 跳槽 在那个时间点上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随着周代的礼盟乐坏 宗法结构就逐渐的溃烂 这个互相的竞争呢 也是日趋于白热化 人才也就变得越来越抢手 这就意味着 在人才的市场上 供求的关系就逆转了 人才掌握了更大的溢价权 在社会关系上 和这个人的价值 还有商品的价格 其实都是一样的 它是取决于 且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 但是这个呢 却被司马光给删掉了 不止这些 他还删掉了后面的一部分 实际当中 赵无旭第二次 抓到了玉让的时候 是一边流泪 一边叹气地说 玉先生 你的名声都已经打下来了 我都放过您一次了 我可不能再放你第二次了 玉让就很镇定 然后提出了一个 有点过分的要求 就希望赵无旭 把他的这个衣服脱下来 给自己砍几刀 好让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 等拿到了赵无旭的衣服的时候 玉让的动作 是一点都不敷衍 拔起剑来 三月而击之 架势拉得很满 戏也做得很足 然后伏剑自杀 关于玉让的死 资质通剑也是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 就很像是司马光在存心的 弱化玉让的形象 史记和战国策明明都说 玉让最后是伏剑而死 是自杀 但资质通剑呢 说的却是赵无旭 在桥下抓到了玉让之后 就没什么废话 直接把他给杀了 因为司马光在他的眼里 这个人怎么死不重要 对于这本书来说 他能够起到的道德作用 已经没有了 这正是很多人不喜欢 资质通剑的一个原因 司马光为了证明 自己的价值观是对的 所以就经常主动的去删减 毕竟资质通剑这本书 它是为统治者写的 在司马光的眼里 统治者不需要知道 一个个体的生命是怎么消亡的 他只需要知道 让活着的人 怎么去给自己创造价值 玉让的故事也就到这了 那三家分离之后 韩赵卫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战国的开天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们下次再讲